歡迎收看今天的疫情大透視 我是趙同宇 先來帶您看到 中段五年的臺美貿易季 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 將在本週三 六月三十號召開 總統蔡英文今天表示了 這是臺灣對外貿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將建構臺美更堅實的經貿夥伴關係基礎 那麼會議預計討論智慧財產 溝通鏈以及減化藥品 跟疫苗進出口程序等十一項議題 總統也說了這將對疫情控制 帶來重要助力 今天也有一個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台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定 也就是TIFA在睽違五年之後 明天就要召開會談 這是臺灣對外貿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台美TIFA談判將在三十號召開 總統蔡英文透過視訊向古人報告 她說透過TIFA平台 進行系統性經貿對話 處理雙邊經貿議題 對深化臺美經貿關係有高度重要性 會議預計討論供應鏈 智慧財產權 數位貿易 藥品醫材等多領域對話 每年將展開的TIFA會談 我們有一項重要的議程 就是簡化疫苗等醫療的物資的進出口程序 這些實質合作對我們現階段的疫情控制 將會帶來重要的助理 台美啟動TIFA會談 引起中共跳腳抗議 美國白宮表示 台美貿易投資關係十分重要 美國會強化與臺灣的經貿關係 並持續關切中共威嚇行徑 我們的支持 台灣是 robust的 台灣是一堅重要的 台灣是一堅積沽 type 的一個主張和一個厲害的 cort絲才一樣 和安全政策 我們繼續將 修正的苦戶 的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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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滴發音 這個原因是為甚麼 我們這一個 為何我們 obsessed screen for�nego合作的 ANA規定會議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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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新成功的 臺灣在由經貿談判辦公室副總談判代表楊珍妮率領各部會語談 與美國貿易代表署在會談中斷五年後 就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疫情後經濟復甦合作展開討論 現場電視台北綜合報導 最關心臺灣疫情 今天確診人數為54例 創下臺灣升級三級檢介四十多天以來的新敵 不過屏東群居確診個案在新增一例 是屏東芳寮果農的妻子 那麼同時也確認了果農的基因定訊 是感染Delta變種株 而目前屏東這個Delta印度變異株群居案 累計確診十四例 至於七月十二號是否能如期解封 指揮中心也給出了回應 臺灣三級警戒四十多天 確診人數下降到五十四例 也是連續第五天低於一百例 不過屏東群居確診個案 再新增盈利 為屏東芳寮果農的妻子 芳寮醫院全院緊急匡列 針對工作人員及住院病人 採檢兩百六十三人 六十七人陰性 七天及十四天後再採檢一次 個案接觸者匡列有三百九十九人 三十六人陰性 一人陽性為案14816 目前安排到集中檢疫所 派醫師人員採檢 但目前來講 還沒有找到這個關聯的感染源 但是有一些假設會懷疑說 是不是醫院有可能的一個接觸 但是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證據 不過因為醫院裡面 也有接觸到其他的一個確診者 所以他是一樣六十八到三十號 暫停門診 急診 那全院做一個傾銷 屏東Delta印度變異株群居案 累計確診十四例 目前居家隔離有一百七十六人 兩人重複匡列 一百七十一位陰性 五位檢驗中 其他接觸者同伴機三十八位 三十七位PCR陰性 一位已出境 屏東縣府 也積極擴大篩檢 週一採檢兩千一百九十七人 目前累計採檢三千六百九十七人 一千四百一十六人陰性 七百八十一人檢驗中 從採檢日 研判日或事發病日來看 臺灣確診病例有下降趨勢 是否意味著七月十二日能如期解封 另外針對臺南安南區家族群居八人確診 經定序出爐 陳時中表示此案群居為英國變種病毒 研判跟屏東印度變種病毒群居案無關 新唐爾雅特電視 林家維 李晶晶 臺灣特別報導 DELTA變種病毒屏東群居案增加到十四人 那麼其中七十三歲的果農 今天確定基因定序是DELTA病毒株 他的太太採檢之後也確診 由於他們到芳僑醫院的時間 屏東跟其他確診者重疊 縣長潘孟安表示 不排除院內感染的可能 屏東Delta變種病毒株群居案 截至二十九號已有十四人確診 包括七十三歲果農案一四七三四 基因定序結果 確定為DELTA病毒株 而他的太太採檢後也被確診 初步懷疑是在醫院被感染 醫院有可能的一個接觸 但是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證據 不過因為醫院裡面也有接觸到 其他的一個確診者 所以他是一樣六月十八到三十號 暫停門診 急診 那全院做一個清消 屏東縣府抽絲剝繭 發現果農夫婦 兩個禮拜內 就去了方療醫院六次 其中六月十四號上午十點半到十一點 祕露祖孫也因為不舒服 搭專責救護車救醫並確診收治 之後六月十六號又與確診計程車司機的乘客 按一四四零九 按一四四零七 在方療醫院的時間重疊 縣長潘夢安表示 不排除有院內感染的可能 時間檢期 時間性很清楚 在一個同樣的這個空間裡面 除了來自不同的救護車 摩托車 專責車以外 裡面的共同檢點廁所 包括藥局都有領藥 就是我們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我們都是採取料提從寬 另外白牌計程車司機按一四二九八 與太太按一四五九五 也曾在六月二十二號到方療醫院 雖然目前疫調結果 並沒有在醫院和其他確診者有接觸 但就怕爆發院內感染 方療醫院以緊急關閉急診 和門診三天 進行大清銷 並擴大PCR衰減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英豪正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 好 近期 剛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 對美國加州的威脅正在增加 而且已經被列為 加州第三大常見的病毒變種 近日 印度Delta變種病毒 在加州的確診案例增加 已成為加州第三大最常見中共病毒變種 根據報導 Delta變種最初在印度被發現 而傳播性可能是一般中共病毒的兩倍 衛生官員表示 沒有接種疫苗的民眾感染Delta病毒的風險更高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無論有沒有接種疫苗 都要遵守社交距離和戴口罩 因為Delta變種病毒在美國的病例越來越多 對此 衛生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的 古普塔博士表示 世衛組織的信息令人困惑 他推文表示 已經有數據表明完全接種疫苗 對抵抗Delta變種病毒有幫助 這個說法也獲得落縣公共衛生部官員的支持 截至上週三 加州已有372人確診感染Delta變種病毒 根據報導 目前落縣的123個確診病患中有89%沒有接種疫苗 2%只有部分接種 新唐人記者 郭月希 洛杉磯報導 好的 待您看到 台灣5月進入三級警戒之後呢 多個縣市陸續宣布夜市暫停一夜 不過45天過去了有攤商業者面臨升級困難 臺北市的寧夏夜市在今天首先恢復四分之一 攤商營業只提供外帶不內用 而在臺北市疫情熱趣的夜市呢 如果想要營業 則必須要向北市府申請通過核准才能開店 全台三級警戒 多個縣市政府要求夜市停業 已經一個多月 攤商店家沒有收入 卻還是得繳交租金 生計面臨困難 紛紛向中央喊話 希望夜市能恢復營業 對此防疫指揮官陳時中 週二在防疫記者會上表示 地方政府可以根據需要適當安排 本來就是在 我們在第三級裡面 並沒有在餐廳或什麼 並沒有要關閉 我們只是禁止內用 那是要就有些地方那時候因應疫情的管理 那有些地方是停業或等等的 那現在要的話 那就可以再說在不內用的情況下 那當然可以做外帶 那個地方政府 根據他們的需要去做適當的安排 而臺北市府週一已經搶先宣布 疫情熱區夜市攤商申請通過審核可以營業 其他地區夜市則開放四分之一攤位營業 且不准內用 只准外帶 台北市長柯文哲週二談到這個議題 表示疫情熱區以外的夜市會降載先出發 COVID-19的傳染 主要還是有飛沫傳染 所以脫下口罩 吃飯 講話這才會危險 所以原則上如果你只是外帶你知道 事實上只要不群聚 並沒有更高的危險 而針對夜市未來防疫規範調整 柯文哲表示 恢復營業過程會監看疫情變化在談 不過三級警戒期間 士林夜市 饒河夜市並沒有正式停業 寧夏夜市則是宣布週二恢復營業 僅提供外帶 而另外疫情熱區的猛假夜市 廣州街 吳州街 華西街等夜市則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在七月十二號以後是情況營業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 黃燕玲 臺灣台北報導 臺灣採購的國外疫苗呢陸續抵臺 也有消息傳出了國威院呢 將跟莫德納簽約取得mRNA疫苗量產授權 對此呢國威院表示目前正在了解臺灣的量產能量 而外交人員呢也非常努力扮演千辛的角色 臺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也表示了 臺灣爭取美國疫苗製造技術呢 可以透過雙邊平臺進一步凝聚共識 臺灣的一季14例確診個案 都與印度變異株Delta有關接種疫苗 成為防護方法之一 政府除了多管道採購疫苗 國產疫苗也積極取得EUA授權 更有消息傳出國威院將與莫德納簽約 取得mRNA疫苗量產授權 對此國威院院長梁根毅 現身指揮中心記者會親自說明 臺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臉書表示 美國貿易代表署為了擴增全球疫苗產能 主張透過WTO釋出疫苗智慧財產權 對於臺灣爭取美國疫苗製造技術 建構產能以共同對抗新冠病毒 在目標上臺灣有其一致性 也可透過雙邊平台進一步凝聚共識 除了疫苗量產授權令人期待之外 臺灣跟莫德納原廠購買的第三批疫苗 也預計在30日下午抵台 另外第一批110萬劑莫德納疫苗在7月1日開打 指揮中心表示分配將依據三項原則 包括第一劑莫德納疫苗分配數 以及各縣市65到74歲長者30%人口數來做分配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維 李晶晶 臺灣特別報導 好來關心中共阻擋臺灣疫苗採購 那麼近來呢 美國 日本還有立陶宛捐贈臺灣疫苗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還有其他國家呢 跟進捐贈臺灣疫苗 而外交部今天回應了 疫苗的採購呢 跟贈送等作業 牽涉專業且複雜的問題 一旦有相關具體結果呢 會適時說明 由於疫苗的採購 轉售 還有捐贈跟運輸等 這些都牽涉到非常專業 而且複雜不同層面的議題 我們要請國人諒解 在過程當中要克服許多的困難 還有技術性的細節 所以如果有其他國家 要對我們捐贈疫苗 有具體結果的時候 外交部我們會適時的 跟國人進行說明 好 六月初以來呢 日本 美國是先後宣布 贈臺累積金五百萬疫苗 部落地海 國家立陶宛呢 也宣布捐贈兩萬劑疫苗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疫情大透視 我是趙婷 與我們明天再見